新竹市東門街跟民族路交叉口的台九新竹營業所 是一棟近百年的老建築 這次新竹市政府舉辦新竹光臨藝術節 選定新竹營業所作為演出的標的物之一 隨著音樂 燈光編織的線條 不斷地在建築物上來回交錯 有酒瓶與煙河的意象 也有抽象的視覺轉化 來來去去帶領民眾感受台九的淨化與重生 讓古蹟的每一塊的機梨 每個窗戶 然後每一個 甚至每一塊瓷磚 都能夠在我們的整個光雕的動畫裡面 讓大家看清楚 然後重新認識這一棟建築物 譬如說台皮的線條 台皮的顏色 那用這一些的元素 然後讓大家能夠很清楚的知道 這是一座前公賣局的一座建築物 所以讓科技跟古蹟在這個地方做一次 比較不一樣的結合 中正路上的影像博物館 早期是民眾看電影的好去處 相當具有代表性 因此總策展人將電影魔畫 融入了光雕演出 就像把影像博物館的歷史 逐一呈現在民眾眼前 那這裡面的光雕展示內容 大概是敘述影博物館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新竹市非常重要的一個 影像介紹的一個場所 那這個裡面的動畫大概想顯現的就是 早期我們從黑白電影到露天電影到歐式庭園的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的一些影像影片的紀錄的過程 那我們希望觀者可以透過我們的這個動畫 能夠了解到早期的電影的一個文化 平常老建築們總立在新竹市各處 百年以來靜靜的看著人群走過 但這一次的新竹光臨藝術節 老建築物們翻上舞台 用最搶眼的方式向民眾展現他們的生命力 開播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 我們到現在就是類似的 還有 baseball球 啊 發出了 好